文贵善法广遍十方 文贵善法就是 竟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学长老简介 能学长老浩元慈 嘉义县东石乡人 十六岁时出家 民国四十四年受笔秋介 民国四十五年入福岩经社 清静应顺岛师六年 民国五十三年 任南卜陀佛学院 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 毕业于香港能人大学文史系 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 人称现代化增的能学长老 为人慈悲 佛学素养深厚 自十多年来 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 默默从事翻印 白化佛经的书胜工作 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 并且成立育幼院 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杀明 现任高雄县阿联湘新超风市住持 以及白化佛经杂志社发行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高雄关阿联湘新超市主持林博 我平时他都从书经到翻印白化 比较不容易 而且经费的优衡 所以收工不太多 各位如果有三个问题 可以打电话来问我 今天再继续来说三年部分 的八十四集 这集的分地 贪妖金费 贵于缓采 意思就是我们贪心 人家说贪心 贪心贪彩宣 贪宣水 然後談這個食欲 南利的食欲 還有一面如果看到不開心 起真飛心 發生地 起無名會 我們說談真是 談還真 這個煩惱的可怕 比那個 那個玩家 比那個拖貝賊 貝賊更厲害 玩家貝賊就是都在你等下要害人 有機會害死你 想要害你 所以要記著心來的貪情詩 就像常常想要害你 想要害你的貴賊 這副文來講 高安午後上月 於初遊走山 建福間修參 為貪約軍費 過於晚餐 但當已敵 Sta 滴人支薏金 賤藕水 不同節節 至極度 注者不定 izations 彼的事情 這段文的意思就是說 高安善悟善思了 他就這樣說 說我最初去沉峰柱山拜見佛寒飛翔 小寒就是會手法去請教請他開示 佛寒想師就跟我說 說人家的貪欲心愛情 人家的營養 和這個真悔心 真信和求信 潘生地煩惱 那是吃獎杜 那個床杜比切喬過世間的 圓家脫肥 有海事 我們要用這些責皮來碟 碟就是對著拼抱 去對地 他說責皮就像水 水要如說 變多水 要洞 不可以變吸水 你若不經常用,就像一個褲子變成吸水,變成燒掉了 停煮,煮就是沒有燃燉 水如果停煮變成燒水,吸水,就不會流通,那個水也不會加一,也不會用一,變成燒水很可怕 所以最愛是流通,才會比較清流,清清堅定 我們的地匪就像這樣,要多用 不然你的地匪沒有多用,就像死去,變成白色 那個地匪就像死去,要怎麼可以去對抵我們的心來的煩惱 那個燃藥真會,盤生地下的煩惱 教案像師說,我那個時候,雖然年紀,要吃這幾歲,到十幾歲了 但是我心裡,聽到它才開始,知道它是一位有道行的賢地色 我們佛教在說賢地色,因為賢就表示好的 地色就是,受食材,受療癒,受認識,好的輸癒就對了 賢地色就是,賢地色就是賢地色,或是賢地色,或是賢地色 只要是可以因得我們,走走路,那就是賢地色 那如果要把你割盤,那孩子大小,帶你去割盤,那是惡地色 所以我心裡很高興,我就要求說,看能不能留在那裡親近的 看能不能給我割盤,割盤我們大長年,要去那裡割盤 割盤就是跟他按一個問稱,問稱為,讓你在那裡念佛,坐閃 我們四十二張經就這樣說,思人無悲者,愛依悅悅 說,我們本來人都有清淨心,都有滴肥,有什麼的 滴股痴,就因為愛依悅,被我們蓋住了,白就是蓋住了 滴肥像是月娘,情愛,貪欲心,搬生地,就像黑群中月娘,被蓋住了 我們的滴肥,本來像是冥肥,吃冥,就像是冥肥像,被蓋住了,光明就死去 所以說,會死去我們的滴肥,蓋住了我們的滴肥就是愛依悅 有這麼說,四十二張經,說飲食飲欲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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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 看到好的就想要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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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境會做孤瘀藥所賣 北大人各經就這樣說 大藥為苦生死疲勞將孤瘀藥去 少藥無為心心自在 一個人的孤瘀藥心 要不是跟這男女孤瘀藥孤瘀藥 要去:「冥室射罪發父子、每日租那女生的孤瘀藥生 她們看到男女生去燈藥心 所以凌半的孤瘀藥 達酒無 prelim 喘好身� conven這個叫孤瘀藥 那個人因爲燥藥太大 所以就要受這一 graduating 曾經有失望的痕跡 現在痕跡不到就去佛特區團去做藥 殺到營,所以就在綠豆中輪迴 所以比在生死中去收購 批勞就是輪迴收購不完 那都是因為一連痕跡所以他們去 人家可以消耗地消,沒有對五耗不去探求 自然夫妻就是不去探求 心心自在,心心都很如快,慶安 明祖就要說,用心募善於寡悅 如家明祖也說 要受用心性,不比寡悅更好 寡,寡就是寡,就是我們佛教說消耗 沒有那個貪欲心,沒有那個欲望 那就是最好的受心勇性 跑坡主就這樣說 貴宰得營雞酒,欲性吃殺雞性 說想以前的孫子是兩人,一兩人坐小隻雞 雞就是小隻孫,雞就是小隻孫 那隻孫子只要載一百斤 結果你把下酒頭載人 載人,載幾十人敲宅 過一十人就是敲宅 結果那個孫子就燈下去了 那人,那個欲望心,陰欲心,泰棠 殺雞性,他的姓名就倒了 送他的姓名 你看那個,所以人沒有節約 南利經這樣陰欲心不停 古代的皇帝,這只有長生命 因為那三十六強七十二年 那南利是過南利的生活 所以,在那裡一種的 空虛、梁武帝有幸福節養 那不然那些皇帝都吃不到二、三十歲就死了 日明佛殺經就要說 宿佛殺之於栽館,反負責之於無故適合 說南利這個宿余 是世間的栽館 去拿到南利宿余去登上 沒一個不適合 你看,很多人都在南利 爭風、粗粗、掘桌、小台 通貴於盡 林閻經這樣說 當冠冠營藥 心意獨立 如見完畜 我們學術要知道南利的營藥 就像獨立會害死理 加死理 像剛才說完畜土肥的害死理 42點經驗說要用心意識 食指揮藥期待無緣